根据台湾施新大学18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如果郭台铭代表国民党出征的话 不管是对上蔡英文或是赖清德 知识度都是完胜 近日 郭台铭以鞠躬的方式 表明自己是忠贞的国民党员 并宣布投入国民党2020初选 给台湾政坛投下震撼弹 郭台铭曾经自称无党无派和政治保持距离 就连借钱给国民党周转也以他母亲的名义 如今跳进2020提名赛局 比起在台面上发光已久的国民党四颗太阳 郭台铭成为让蓝军眼睛一亮的新选择 据台湾施新大学最新民调显示 郭台铭以50.2%的支持度胜过蔡英文的27.1% 同时也以42.6%的支持度胜过赖清德的33.6% 在蓝绿白三强鼎立的情况下 郭台铭依然领先 是支持度唯一超过30%的人选 只有在和高雄市长韩国瑜比较时 才小输0.8% 我觉得他的选举主动也应该是经济的 怎么把经济搞好 这是台湾人民尤其年轻人最关心的事情 台湾移论认为拼经济是每个政治人物都会喊的 而郭台铭的特殊点在于他拥有企业家身份和深厚的背景 他如何把平时经营企业的效力和执行力 农入行政管理当中值得观察 并且郭台铭如何把身边的商业团队 转换成未来的选战团队 也令外界好奇 台湾媒体认为 郭台铭跨到政治圈变成政治新鲜人 就算拥有高知名度 也需要重新证明自己 值得被岛内选民信任 厦门卫视驻台记者杨坤福 高雄综合报道 面对这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取 民进党内赖清德 欲强占蔡英文的连任之路 双方是互不相让 而郭台铭投入2020 则为选举增加了新的变量 蓝绿出选如今是局面混乱 各方到底如何看待 请颜月为我们来带一个梳理 颜月 好的 张涛 郭台铭宣布加入国民党2020出选之后 国民党基层就出现了 对他和韩国瑜相比较的声音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 他曾经做过随机民调 韩国瑜和郭台铭两人都各有支持者 实力旗鼓相当 何则两利 分则两害 而目前民进党正陷入初选恶斗 国民党要深以为戒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国民党2020有两张牌 高雄市长韩国瑜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至于民进党最怕谁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表示 民进党谁都不怕 而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称 民进党不怕韩国瑜 不怕郭台铭 他怕的其实是寒流加台风 把民进党给摧毁 韩国最后一定会合作 并且不会分裂 面对蓝绿初选乱糟糟的态势 武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 却接连两天要大家深呼吸 放轻松 继续往前走 而对于柯文哲如此老神在在 香港中民社发表了评论文章指出 柯文哲的反应有两大可能 第一是自己真的没有要选2020 但日前爆出柯文哲组政治小组 撰写政治白皮书的事件的时候 他并没有否认 可以说 绝逐2020几乎是箭在弦上 第二是柯文哲正在隔岸观虎斗 看蓝绿阵营各自乱糟糟 杀到剑谷 可乐得轻松 踩稳自己的基本盘 反而能替自己加分 以上就是我了解情况 再把时间交给张涛 好的 非常感谢于带来的梳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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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